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的世上有很多人很喜欢财富 我要默想你的法则思想你的旨意 我要进行你的法律围落 我不忘记你的话语 你对圣经的看法是不是这样 我这段时间在自己的灵手里面在看诗篇 刚刚看到119 哇 你知不知道119多长啊 整整张东西 是整个圣经最长的 还要每一句里面 每一句都起码说一次 我爱神的话语 我很喜欢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很厉害 每一句都说一次 希腊 不是希腊 希腊里面 希腊里面的语言里面 每一个字母 整个alphabet 每一个字母 用写8次 怎样的爱神的话语 你有没有那么爱神的话语 哇 因为其实 我们透过圣经 跟神一起的时间 其实是我们的奖励 是啊 这里有谁想 这里有谁想去天堂 我上了 我上了 有些人正在抱着 有些人正在抱着 不过 上到天堂 你知不知道 其实上天堂 最正的部分 在哪一部分 跟神一起 是跟神一起 你每天看圣经 圣经学习的时间 是还有什么 跟神一起 你在地球上最贴近 有时候 有人来到教会 有人来到教会 有时候 有几星期的时候 都会觉得 好像差不多 去到天堂的一个预告 好像预告 不过其实 是我们每天灵修的时间 每天祈祷 每天去学经的时间 才是我们离开天堂 最近的时间 每一天 还有你每一天都可以这样做 你知道多容易 是每天都可以 拿着一本圣经 哇 这样看 你知道吗 古时代的人 有多羡慕 古时代的人 古时代的人 有多羡慕 有多羡慕 每天都可以 你想想以前 想找耶稣 你要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以色列 某一个地点 你还要够近 听到他的声音 才可以 因为太多人围着 根本就听不到耶稣 说什么 下次早点 下次早点可以近一点 霸个好位 去听耶稣 不过我们今时今日 就这样打开本圣经 就可以看到神的话 多羡慕 我们去生命记 三十二章第四十七节 这路法不是空华 而是你的生命 哇 圣经里面 当然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满足我们所有的需要 天国太后书 第三章第十六至十七节 圣经全部都是上帝启示的 有益于教导 读摘 使人归正 培养人行义 使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装备 去行各种善事 圣经和我真正清楚地定义 上帝眼中的正确和他的错 和错误的分别 可以解决所有的混乱 整个世界所有的混乱 都用圣经可以解决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字节 上帝的华有生命有功效 风利无比 圣经一切两人的利剑 甚至能够痴入 并分开魂与灵 关节与骨髓 辨明人一切的思想和动机 你心里面所有的想法 对 错 所有的行为 对 错 圣经都可以很清楚地分辨出来 不单止你自己的行为 你都可以看到其他人的行为 那么我这个动作 应该模仿 应该避免 可以用圣经分辨出来 它是我们攻击和抵御撒旦 世界和我们自己欺骗的心的利剑 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七节 要戴上救恩的头盔 紧握圣灵的宝剑 上帝的华 它从由内之外去启发我们 激励我们 圣经学习不好的人 往往都是缺乏爱神的动力 以及与罪向做战争 或者觉得自己很迷惘的感觉 在属灵上很软弱的人 一般大部分情况 你看到他的圣经学习 好不好 做得好不好 你就可以看到他 看到他属灵上的战争 又没有力量 今天我们有四点 第一点 我们查经应有的态度 雅各书第一章 第二十二至二十五节 你们要行道 不要只是听道 自己欺骗自己 因为人听道 而不行道 就像照镜子一样 看过后就走了 随即忘记了自己的容貌 但详细查考 使人得自由 全被律法 并且持之以行的人 不是停了就亡 而是身体力行 这样的人 必在他所行的事上蒙福 来吧 James 我们所阅读和研究 圣经的目的 是为了变得虔识 虔识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等于你和神一样的方法去想东西 说东西 和做东西 所以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你怎么做呢 你应该问自己 你每一刻 一看完圣经 问一想 你就要开始问自己 神的逻辑 神的思维 究竟跟我的想法有什么不同 我要怎样改变我的想法 才可以和神一样去想东西 其实我们很简单 我们每天有几千几万个想法的意识 不过我们每天去看圣经的时候 是我们在读神的想法 神怎样去对待看一件事 我们用他的想法 来替代我们自己本身 很有罪的想法 他说我平时可能是这样接触的 神原来叫我先要有爱心 或者先要有耐性 或者先要为其他人作想 今天我们有个 我们的弟兄Jeff 领导了一个 双语言中英的圣经讨论 哇 讲自私和无私 哇 然后讲到一句 不要为了自己着想 要为其他人着想 哇 然后我们本身的想法 全部都 其实不是 我们应该向自己的想法去想 自己要着想 想到之余 如果能帮到其他人就可以了 圣经不是 圣经不要为了自己着想 你要完全为其他人着想 这个想法和我们平时的想法完全相反 不过我们是以查经的方法 将神的想法 代替我们自己本身的想法 神对我们讲话的方法有什么不同 我们要怎样改变我们的讲法 才可以像神一样这样讲话 尤其是跟着耶稣那样的讲法 因为耶稣的特色是什么呢 他经常讲话 没有人可以抵挡到 所有人一听到就知道是真话 不过是看上不上听 不过他为何那么厉害 原来他是常常问人问题 问人问题 令到他可以 令到他的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他可以在这里分析出来 是用这些很厉害的问题去问 神的讲法和人的想法 人的讲法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这个世界 常常有人说 不行的 这个有问题 那里有问题 神的讲法是一定可以的 通过我一定可以 你要怎样改变才可以得 那个讲法是完全不同的 上帝和我的行为有什么不同 我需要怎样改变才可以 上帝一样的行事 其实当你开始 和神一样的想法 当你和神一样的讲话 你其实你的行为 就慢慢开始改变 好像神一样的去做事 神你怎么做呢 耶稣来到世上 你怎么做呢 是否自己成家立室 即是起事业 追着梦想 他们追着梦想 不过不是追着自己的梦想 是追着神的梦想 是 整世人献出来 用来传福音 以及将其他人 令到其他人可以进入神的角度 是 如果你不是现在 在阅读中 以及研究中 这几句尋求改变的话 你很可能不会 如果你不是很专心地去尋求 你每日需要改变 你很可能不会 尤其是做了基督徒 做了久一点的人 要特别注意这件事 希伯罗书第五章第十一节 关于这方面的事 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 但因为你们已经听不进去 很难向你们解释 当有的人 当你没有听话的时候 你不是在听 没有人可以向你解释 不单是教其他人圣经是这样 不过自己在读圣经 读经的时候 都是这样 我也有跟我的朋友查经过 然后他们说 我看着圣经报告 我觉得不是很有限 什么都学不到 可以看到 其实 不过当我问多些问题 问多些 你在想什么 你究竟有什么问题 原来发现 他们根本在看着 不过是没有用心 去想了解圣经里面的内容 我曾经听人说过 圣经好像一本说 在整个瑜伽 整个世界 整个世人里面 所有的答案 包括要你自己去找问题 你要自己去找个问题 问 答案在这本书里面 包括你要找个问题 去在圣经里寻找这些答案 神知道你什么时候 还是想改变 什么时候不想改变 这个可能是你祈祷的时候 能不能得到回应的分别 但尔尼尼书第十章第十二节 他说 但尔尼尼尔 不要怕 从你在上帝面前 谦卑地 你哀求明白者 意仗的第一天 你的祷告 已蒙谁听 我师来答复你的 哇 当我们想 我们可以在表面上做所有对的动作 但如果你的心不是真是很想 很想哀求神去明白他的真理 明白他的真相的话 我们是不会明白的 还有我们的祈祷都不会得到神的回复 我们要怎么做呢 用我日记 拿满日记 有时还是很惊奇 有多少人是不用日记 来记录你所读的内容 还有你在研究圣经的时候 想改变的一切 如果你不写下 你想想 你上学读书 或者有一个很重要的议会 要去做一些很不同的 可能工作上的议会 如果很重要的话 你会自己写下自己的记录 和其他人不同的 你不是靠别人的记录 你真的很想学的时候 你会自己写下自己觉得重要的一部分 为什么 因为你想改变 因为你想真的应用到 你真的想学到祭祷 那你会写下 你不写下 其实你没有想着去学 等于你上学 不带书 不带电脑 不带笔 不带纸 那你究竟是否真的想学 看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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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都试过 我都有试过 有一段时间 我都试过 想着 今天 看吧 看够了 OK的 看够了 那我看 看 看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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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神奇 我一开始 用毗笔记出来 拿一本音力出来 不是音力 笔记出来 开始写 开始动动试 就会突然间 很有精神 好有活力 为什么呢 因为我真的在用脑 因为我真的在开始用脑 真的去开始学习 你正在用脑子的时候就不会睡觉 我们必须要找出每一段经文的真正意义 可以怎么做呢 向自己问一下这些问题 然后将答案写在一半笔记上 这段经文的主要主题是什么 想启示的人是谁 谁在说话 谁在说话是谁 谁在听 这段经文最关节的经文是什么 这段经文会令到我向神有些什么形式 尤其是一些不同的形式 今天我看那段做灵修的时候 有一段经文 神令到我受苦 先看一次 神令到我受苦 发生什么事 我看到那段经文 很不同 这部分很重要 我再看一看 慢慢看 另外一个问题 这段经文会令到我 会描述了我 有些什么需要我去承认 或者改变的罪 这段经文有没有包括任何 我需要服从的命令 这段经文有没有 有些 应许 需要我去要求 神有什么 答应了我们的事 其实我们可以去 问他要 问他要 有什么 你知道我们经常去查经的时候 通常向人说 我们圣经里面有600几个规则 600几个条例 接着要跟 不过原来 圣经里面 有多过7000个 应许 多过7000 是神向人类的 应许 因为我知道一对十等约 我给你10元 你给我100元 我说OK 挺正的 有没有什么提示 需要我遵守 有时候我查经的时候 不知道哪里开始写 其实你一开始 真的开始 随便写一些东西 你就开始 知道需要写一些东西 另外一点 我们要给圣经去解释 圣经 什么意思呢 我们如果带着先入为主的信念和理想去读圣经 我们想这段经文如何说的话 我们就会改变不到自己的看法 除非我们真正愿意去认错 去认 OK 我是想着找圣经哪部分指着我错的哪部分 生命里面 或者想法 或者说话 或者行为 我哪部分是错的 等于我上星期 和Jeff和Jason 去南马道行山 走一条很小的路 这条路有很多蜘蛛网 我还没有去呢 然后走一半之后 我发现 然后和Jeff说 Jeff 知不知道 原来我们究竟 如何才可以找到所有蜘蛛网 他说 其实我要 时刻都觉得 是有个蜘蛛网的 然后我究竟在找在哪里 不同的角度 就是这样看 蜘蛛网在哪里 蜘蛛网在哪里 我是时刻都当有蜘蛛网在 然后我才能找到蜘蛛网 其实我们看圣经都一样 怎样可以找到自己有罪的部分呢 你想想 你一定是有罪的 那你就先想 我是有罪的 我是一个信财 我想错的东西 我想跟神的想法是不同的 然后你就去找 你究竟错了在哪里 不是找我没有错 你找我错了在哪里 要怎样改变 你愈读一段经文的时候 要保持它的上下文 你要记住 圣经是不会互相矛盾的 当你读到圣经的一段 觉得很奇怪的时候 或者觉得很离奇的时候 看一段简单的经文 因为一段简单的经文 不会被一个复杂的经文推翻 有一个例子 如果我们看以佛所书 第二章第四节五节 如果你只看这两节的话 你会推断到 你自己单单 是因着恩典而得救 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章第四节 第二章第五节 和信心的 第二章第八节 圣经说 你们得救 是靠恩典 凭信心 好 你看多一节 你已经知道 不是仅是恩典 是恩典和信心 这不是出于你们自己的 而是上帝的礼物 不过如果你再看下去 看整本以佛所书 你会见到 在第五章第五至七节 原来是需要不犯罪 和悔改罪行 远离犯罪的人 因为你们清楚知道 淫乱的人 污蔑的人 还有贪恼的人 就是拜偶像的人 在基督和上帝的角力 没有蜡烛之地 不要被虚空的道理欺骗 因为上帝的列路 必临到上述 那些叛逆的人 所以你们 不要与他们同流合乎 当你看到 将所有经文 合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见到 需要上帝的恩典 需要信心 和某些行为 才有得救 当你加上段行文的话 你就可以见到 原来这个圣经整体的话题 是怎样说的 当我们断章取义的时候 是撒旦在耶稣受死探事 他打算向他做的事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五至七节 魔鬼 又打算向他 耶稣 进圣城 让他站在圣殿的最高槌 说 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子 就跳下去吧 因为圣经上说 上帝会猜遣 他的天使用手托着你 不让你的脚碰在石头上 耶稣回答说 圣经上也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上帝 所以如果是断章取义的话 这些是撒旦所做的事 第二点 查经的实践 的practical 首先地点 你要选择一个特定的地方 让你每天都有灵修的时间 你想想 如果你打算用一个时间的时间去灵修 不过你头过二十分钟 是找个地方 找个正的地方 不断找不到 那你就已经没有了三分之一的时间 所以一个特定的时间 一个比较舒服 你不会被其他事骚扰的地方 尽可能不要受干扰 不要为了呼唤了事 而在巴士上面 火车上面 学习圣经 拿个电话出来看我几个月就算了 不要这样做 你要安排一个特定的时间 一个合理的时间 你想想 哇 我要很熟灵 我每天要十二点睡觉 然后三点半起床 一个合理的 你真的可以实际地做到的时间 但是你要将一个时间 将它列入你的日历里面 就是你的日程表里面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不放开时间去做的话 很可能你不会做 你和神的关系 结战 往往是在朝早五点至九点中间 就赢得到 你要记住你在学习的东西 这个很大影响 你一写下的时候 你会开始澄清你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学到的东西 究竟可以怎么应用 因为你写下的时候 是逼你用脑去想 究竟有发生什么事 而且会令你更加长久地记住 在阅读之前祷告 这个我是在我们 在Sydney的弟兄Raja 学回来的一个提示 他经常会祈祷 一开始读圣经之后 神啊 又是我 又是这个傻瓜 我不懂得看这个字 请你让我可以得到 圣经里面的话语 里面的 你想我学到的东西 帮我 你向神问帮我 跟着 在另外一方面里面 你也可以为了你所读的内容去祷告 等于你读完之后再去祷告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可以将你圣经里面的内容 再继续跟神讲 再跟神去沟通 等于你跟人聊天的时候 你讲完之后 跟着你听 跟着可能听完之后你再讲话 不会是你听完之后 当我没有一件事的 听完之后再讲 就会继续在你 令到你 帮你读完经之后 里面有些改变 另外一方面是大声读出来 大声读出来 我试试一次 我看了耶利迷书 耶利迷书 第一次看耶利迷书 我完全不明白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不过我看到头的三个字 类似是耶和话 对我说 对众人说 OK 接着我就拿着整张 当是港道那样读出来 整段读出来 接着写了一些感想 然后写了我学了些什么 因为好像宣扬 好像港道 就是说出来 好像在第一世纪教会前面读出来的人 充满激情 强调某些词 去读出来 接着你也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你要有一个计划 这样去读经 对于你自己个人的圣经学习 你不可以 没有一个计划 没有什么想法去做的事 否则你会 什么都学不到 或者 更惨的就是 有机会去误解圣经 不要随意地打开圣经 看看他说什么 我到以前的时候 在做真正的门徒之前 哇 我有本圣经的嘛 不过我不知道怎么开始 不知道 这样 啊 哇 你笑我 不过我保保你们里面 其中一个人有试我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 或者不要用你的电话 APP里面 啊 那个verse of the day 哇 神像跟我讲这句话 没玩意 如果这样的话 他不用寫给我们一本 给一句话 整本都是神的话 你整本都读了 好吗 你在阅读的时候 找些问题 去阅读 你拿着本书 问一两段问题 读一本 可能读一个药学福音 接着你开始可以 拿个主题来阅读 可能是信仰 拿个信仰的主题阅读 每一次 应该信仰的章条 章节 你就将它写下 记住它 这里有几个例子 在学习 路加福音的时间 你可以学 耶稣 如何对待 和他交往的妇女 如果是我 我会用什么的方法 对待他们 可能你读 试堂传 你问 上帝究竟 什么时候 回答哪些祈祷 就是这些祖告 和如何回答这些祖告 或者可以移构 约翰一书里面的爱 它是什么 我们怎么应用 和在你情感上 特别抗拒的经文 什么意思 当你开始读的时候 尤其是如果我开始读 很多很多经文的时候 有机会会弹出来 这句好像有很大的问题 可能你觉得 神会叫你跟着你自己的心里面的想法 不过如果你读的时候 神叫我 不要跟着我心里面的想法 为什么会这样 和我本身自己的想法 很有冲突的经文 另外一个方法 可以在一个月里面 每日读一本书 尝试去背了它 尝试去背了它 或者可能你拿一本书 和几个朋友一起 可能雅各书有五章 你有五个朋友 包括自己五个 接着我背第一章 你们背第二章 接着一起 接着我们全部一起读出来 天罗太书 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 在我来之前 你要专心酸读圣经 勉励汇众交道真理 买一本真的圣经 真实实现实版纸的圣经 为什么你可以用 一盈光笔去研究一个主题 可以在一本书里面写东西 还有当你用一本实在的书去读的时候 不仅是感觉不同 不过你会开始学习 原来这本书在这本书之后 或者这本书究竟是 有时我是看 当你用电话电子版看的时候 你会失去 例如有时看 有时《黄记》那些有些历史 我们看完可能是 《圣经》看完这部份 接着看完这部份 看到这部份 有些互相对照 或者这里有样东西 之后才发生了 如果你在电子版很容易错过了这些东西 还有如果你真的很想正经地去研究《圣经》的话 那你一定要买一本 或者你读到什么里面 选择一节或一段话 去默想或者背 或者用几天就要多几天 有时当我很专注某一个话题的时候 我读到《圣经》 读一章 读两章 读三章 读完之后 我会找一节 一个很具体的节 去关于我想学习 或者想改变的一个地方 然后去背了它 然后我经常想背背背背 我记得一次 会拿着一个很主要的句子 写在我手上 我记得一次我写《选择》 《选择》 写在手上 然后每天去到校园 去到做什么都好 我会觉得《选择》 我被上帝选择 然后你是用这些不同的方法 去记住英文 可以零首时间去做圣经记忆卡 或者传福音的时候用 跟其他人分享一段经文 或者跟朋友家人去分享你学着什么 就算他们不是基督徒也好 可能你可以用你的热情 去激发他们更多的兴趣 你可以用一年的时间的零修 去建立你自己的力量经文 每一段经文是关于同一个需要改变的地方 写下它 学习它 我知道我们的兄弟Matthew 在用今年的时间 读整本圣经学同一个话题 我记得Emmanuel 有些人认识我们的弟兄Emmanuel 现在是沙漠雅的 他现在是一个挺谦虚的人 挺谦虚的人 不过以前 绝对不是一个兴虚的人 他会认的 所以我可以说 不过他为什么会有一个改变 其实这个改变是一年之间的改变 如果你每年都这样的话 你过了几年之后 如果你每年都改变一样 很重要的东西 你想想五年之后 十年之后 你会改变到多少东西 哇 很棒啊 我们当中有些人 如果改变一件事 早点起床 已经整个生命会改变了 你可以每年用一个不同的版本 去阅读圣经 我只要一开始有人会看NIV 或者可能之后 看完NIV就看NLT 然后可能看完这个 总之你看不同版本 不同的字眼 可能都有不同的启发 或者你按着时间的顺序 去整本圣经阅读 因为我们这个传统的圣经 其实不是在一个时间次序 不过你可以买到一些版本 或者上网找到一些 guide 去解释 可以在一个时间顺序 哪个故事发生 哪个故事之后发生 去这样去看圣经 我们其实这个课下面 最下面都有一段这样的 guide 或者你可以研究某些字 例如恩典、平安、喜乐、祷神、喜悦 或者希望这些这样的短语 罗马书第15节第4章 从前写在圣经上的话 都是为了教导我们 使我们靠着忍耐和圣经的鼓励 而有盼望 每日进行 你可以每日进行两次的声项集 日头一次 夜晚一次 读不同的东西 读不同的东西 看看你的心有怎样不同 因为你有机会 你刚刚起床 充满力量 要向人忍耐 OK 要忍耐 然后你整天之后 发现忍耐有多辛苦 你再看一次忍耐的圣经文 原来是挺难的 可能你有日头看和夜晚看 都可能有些不同 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节 你要常常朗读 朗读者律法书 昼夜不断思想 以使紧遵律法书上的一切指示 这让你必亢通顺利 或者你可以写出圣经里面的一本书 《生命记》第十七章第十八至十九节 他登记后 要在尼尾祭司面前 为自己抄录一份律法书 把他放在身边一生朗读 以便学习 敬畏他的上帝耶和华 遵守律法书上的一切解明和律例 我试过一次是这样做的 不过是在Minecraft里面 在Minecraft里面可以用一本书 在游戏里面写书 我就开始将以佛所书 一句一句抄下去 一句一句 我抄了整本书 是一个经验来的 第三点 读什么在什么时候读 其实在某些意义上 整本圣经都是关于耶稣的 在旧约就是预测耶稣 福音书就是显明耶稣 使徒行转就是宣告耶稣 如何去传扬 新约的书信就是解释耶稣 然后有启示录就是终结 耶稣的终结 你每一本书其实有自己话题 这里整点里面有每一本书 列着每一本书的话题 其实我不会每一本读 如果你在读《创世纪》 你可以读《创世纪》 《创世纪》究竟是关于什么 这个就明显是关于 开端、开头、开辞 还有一个话题 都是《应许之神》 只有这几个话题 不过你可以特别留意 那我们返回到第四点 一返回到第四点 第四点就是 在三十日内阅读新约 这个是我对你们今晚的挑战 由今天开始 今天是5月24日 接下来三十日内 阅读整个新约 如果你从今天开始接受挑战 你可以在三十日内 完全看完整本新约 今天开始你要平均读九章 就可以三十日内 整本新约完全读完 你觉得好像很多 不过我们慢慢来 新约里面有二百六十章 八千左右折经文里面 大约二十三万五千字 你看看不同版本 可能画多或少 不过好像很庞大的 不过当你除三十日 每日七千八百三十三个字 OK 当我们一个普通的人 普通的读者 每分钟阅读 可以阅读大约三百字 其实我上网查过数目指 是三百字五百字 中文来说 三百字五百字 我已经是小数 三百字 当你用七千八百三十三 除三百的时候 是每日三十分钟之内 你就可以看完整本新约 三十分钟的阅读 每日不够三十分钟 每日不够三十分钟 其实好像是 我计出来的时候 不知二十六还是二十七分钟 不够三十分钟 你已经可以一个月内 整本新约读出来 等于一个电视剧的时间 一集anime的时间 一读动漫的时间里面 还是已经读的 anime anime 的时间 你将它减少一个电视节目 用读圣经来代替 你已经可以接受到这个挑战 我完全相信 神会通过这个挑战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大有作为 因为他的话语是很有力量 还有给任何双印剑中锋 我们这里有一个 一个月内 预读圣经的时间表 如果你想一个月内 要怎样呢 第一日 读马太福音第一至九章 然后十至十五章 然后一直读下去 另外一个方法 第二个呢 就是一个按着时间顺序 等于来读 盧家福音第一章 马太福音第一章 盧家福音第二章 马太福音第二 和第三章 马克福音第一章 和盧家福音第三章 一路如此类虑地读下去 你就会在一个时间 按着时间次序 来阅读新药 总结来说 第一点 我们要用什么方法 去阅读 什么的态度 去阅读圣经 我们要用一个照片 故意地去找 我们需要改变什么 有什么罪可以改 可以悔改的方法 的态度去阅读圣经 第二点 有很多不同 你可以实际地做出来的贴士 第三点 如果你看每一本书 想读什么 你可以用那个来做一个 起头 开始点 去看每一本书 究竟是说什么 还有第四点 我向你们今晚的挑战 就是来到三十日内 去阅读整本新药圣经 并要归于真诚 Aman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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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棒